乌庸反滚了 哇 乌庸反滚了 哇 我听到跳起了 哇 太吓人了 哇 太吓人了 你看 乌庸反滚了 那是什么场 哇 一碰一下 你看 这个火是这么大 这么大 在学校边上啊 大家这个天气 马上就要变热了 二栋烧起来了 正在我行驶中 我发现车就着火 我下去看小车自己着火 商品车大约加上五百来万米 走到哪儿车 快点 快点 先生 好轻和车 好轻和车 老给人都重备 把货币的露千里万都完 看嘛 衣服有效放弃不大 看看小米苏七MAX创始版 海湾蓝 全单通手撞 他喵的 心态好 心态非常好 没事 没事 保险全赔 没事 没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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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小米苏七MAX撞了 卧槽 还行 就这里啊 后面掉下来了 其他地方都还ok 这块地方也 空气罐掉下来了 被追尾了 非读者是追尾了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无语啊 佳人们 这是一个小米 这一部车 真奇怪 太可有了 所以我猜你怎么会下来 他就把他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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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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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车机就出现了问题 真的 手发还是要精神啊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屏幕上显示这个车辆异常 需要检修 上午呢 才从这个小米赛斯店开出来 但是现在车子就动不了了 刚才我们根据这个小米客服的指示强制重启 但是呢 重启完之后还是没有用 现在车子还是走不了的状态 没有用啊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联系这个小米客服 再把车拖回无锡的小米赛斯店去 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兄弟们 充手发要谨慎啊 充手发要谨慎 充手发要谨慎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日本的 日本人啊 对 日本人那就没往拉了 日本人 来来来来来来 下去吧 下去吧 日本人没办法拉 日本人没办法拉 为什么 为什么 没办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让你下去吧 爱钓鱼的兄弟们注意了 农业农村部将建立全国锤钓备案制度 锤钓爱好者在锤钓之前 需要提前在线备案 报备一下个人信息锤钓地点以及锤钓时间等 并且获得唯一备案号作为合法陪钓医据 这估计不大好管吧 以后必须得上钓管啊 事业边暂定5万人 刚从医院回来 我家李大小姐 开了31道素 花了227 227块钱 然后给第一次 还办的慢性病 慢病 慢病 然后不小 第一次报 6块钱 报了6块钱 花3只花了227块钱 227块钱 然后我到医院到那个药店一问 45块钱一只 45块钱一只 比医院还贵很多 比医院贵多少 比药店 比药店贵30多块钱 然后是这么说的 第一次你买就是报6块钱 第二次你再买的话是报60% 60 然后 一只是正常的在医院卖价是110多一只 然后报完60% 40多块钱 到医院跟药店的价是一样的 还不如不报了 我大姐一大天早上 起大早 他那还去扮的 那得办手机 那得开那种 对 刮号 办的慢性病 刮号5块钱 就办病吧 对 报销嘛 然后结果就是 去了报销的 还得办慢病 还得到那报销 然后跟药店 一个价 一样价 你说现在这报销和不报销 玩谁呢 干啥呀 有啥意义啊 这个报的 上哪说理去 我大姐来 回来说 哎呀妈 一惊 哎呀妈 去我 我说咋的呢 退了 去退去了 不让退 这数啥呀 一岛素 不是 你刚才严谨说啥 不让退 说属于生化之计 生化之计 不让退 花了200多块钱 在药店买就100多块钱 然后下次你报销 还是 跟药店一样价 去了报销的 也不知道玩啥呢 也不知道玩啥呢 现在 就管说老百姓活得累挺 就说咱们现在人活得为啥这么累挺 就是 有各种让你不舒服 各种让你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就是 不说了 这些东西太神奇了 一个月之前出门那时候煮的米饭 煮的米饭一个月过去了没倒没有倒掉 确实在锅里面是好好的 捏碎了锅完全可以吃 我闻了一下一点味道都没有 你说这个超市买的这个米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不像自己家种的水稻 时间长肯定就坏了 这个一点都没有坏 戳出来还是一粒一粒的 我闻了一下一点味道都没有 就 我估计夹着了 我就可以吃这个 这是什么米了 这奇怪的 我没搞懂 不知道这些东西 米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据网传消息 饿了吗 外卖小哥们集体罢工的地点 是上海市敏航区专桥镇 一名骑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就是受到某骑手三年收入102万的误导 近期有很多人加入了外卖骑手行业 导致上海市骑手数量激增 以至于很多骑手每天工作18小时 才能挣到150元 4月10日迎来首个龙年龙月龙日 中午时分 深圳 香港 惠州的天空中 都惊险罕见的日韵奇观 视频照片在网络热传 按照传统的甘肢和生肖计划 陈年陈月陈日陈时 被称为龙年龙月龙日龙时 10日上午7时至9时 迎来本年度首个龙年龙月龙日龙时 以及四龙时 龙时过后 中午12时许 香港 深圳 惠州上空 都出现罕见的日韵天文异象 网传视频和照片显示 当天日韵发生时 可见一环七色彩虹 围绕太阳悬挂在空中 日韵的颜色 从内向外 依次是红 橙 黄 绿 蓝 电 紫 光彩夺目 这一奇妙景象 令许多目击者发出惊叹 有网友拍摄视频说 深圳日韵被眼前一幕震撼到了 日韵是不祥之兆 民间谚语称日韵三更雨 月韵五十丰 因此有网友猜测 是不是最近要遭遇暴雨洪水灾害 在中国古代 日韵又被称为白红 是不祥之兆 不同色泽与形状的日韵 代表着不同的征兆 宋氏记载 日韵七日内无风雨 亦为兵 甲乙 幽火 丙丁 臣下忠 勿己 后足胜 更心 将力 人鬼 臣专正 半韵 相有谋 黄 则己 黑 为灾 云再重 碎风 色青 为兵 古贵 赤 黄为灾 三重 兵 四重 陈畔 五重 兵 鸡 六重 兵 桑 七重 天下王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三十四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升的十六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G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